不僅BMI降低 腎上的脂肪啊 皮下脂肪啊都有减少 所以 XX糖对减重来说是 真的有它的效果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稀有的糖 糖它本身除了不含热量以外 它其实本身有降血糖的效果 也有研究指出 摄取可以改善肥胖 本身也是一种抗氧化物 它可以抗身体的发炎和自由剂 所以其实我自己平常在泡绿拿铁啊 会加XX进去 如果想要获得它的好处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代糖 代糖就是大家在借糖初期 都会想要去找的东西 因为如果有一个可以替代甜味的食物 然后又对身体好 那当然很好嘛 在开始分享之前 要请大家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初日医学官方LINE 获得这集专属代糖知识懒人包 代糖主要分成两种 就是分成人工代糖跟天然的代糖 那人工代糖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就是阿斯巴田啊 蔗糖素啊 糖精这种 那天然的代糖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木糖醇 赤藻糖醇 还有罗汉果糖 跟大家比较少听到的阿洛桐糖 大概是这几种 那其实人工代糖跟天然代糖的区别蛮大的 因为大家以前都觉得只要吃代糖 我就可以少摄取一点这个量嘛 就会变瘦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哦 有研究指出其实代糖对减重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我们来聊聊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 这个研究把受试者分成四组 第一组每天喝可乐 第二组每天喝代糖可乐 第三组每天喝牛奶 第四组每天喝水 那我们看一下他一段时间后体重的变化 那当然嘛就是喝可乐的那一组体重是增加最多的 平均每个人增加了22磅 那喝水的那一组 每个人都有变瘦 那比较有趣的是喝代糖可乐的这一组 大家竟然也是变胖了 平均变胖了4磅 那要讲到为什么人工代糖会增加体重 我们就来讲一下代糖的基转 代糖其实跟一般的糖类一样 它们都会刺激我们的舌头上的味蕾 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甜味 可是因为代糖在身体里面 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消化 或者是消化的很少 所以代糖才没有热量 人工代糖吃进去有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 像是头痛啊体重增加啊 那也有研究指出 人工代糖会破坏我们的立腺体 会让我们肠内道的菌虫失衡 好菌变少 坏菌变多 那其实代糖也会刺激一个反应 叫做 胰岛素头起反应啦 反正就是我们吃到糖的时候 舌头就会感受到糖 那会提早叫消化道 去分泌胰岛素这个动作 可是提早分泌胰岛素这个动作 如果没有遇到真正的糖进来 会更渴望想要去吃更多的糖 望梅止渴的意思吗 对 可是你就一直没有吃到梅 你就会一直想要去找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用人工代糖 去改善我们 胰岛素阻抗的状况 效果其实是不好的 近年来 WHO也不建议大家用人工代糖来减重 那市面上常见的代糖就是有 阿斯巴田 浙糖素 纽糖 糖精跟SK 那这些代糖我们通常会在一些 无糖可是却有甜味的饮料中发现 像是 健衣可乐啊 或是无糖的Red Bull 要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工代糖 直接看一下成分表示的内容 越前面的成分就是越多啦 所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代糖的排序是在第几个 其实很多人会 觉得我喝健衣可乐 那我喝无糖可乐 心里会比较好过一点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罪恶 可是我会觉得 对人的身体来说 代糖尤其是人工代糖 它的结构是我们不了解 身体不会处理它 那一般可乐虽然说含有蔗糖 不过糖分上去 那几个小时之后就下来了 偶尔喝一瓶对身体的伤害 其实不是很大的 人工代糖在体内停留的时间会很久 所以相较起来人工代糖还有一些副作用 再加上它的味道不是那么接近真正的蔗糖 那我会宁愿去选择一般的可乐 那我们也找到一个研究啊 就自从 阿斯巴田被发明之后 其实 全球的肥胖率是上升的 并没有因为代糖的发明 那肥胖增加的几率有减缓的趋势 所以这个也可以间接证明说其实代糖对减重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效 不过说起来就是我们偶尔喝一杯含有代糖的饮料 会不会怎么样 其实不会怎么样 都是量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天然的代糖好了 天然的代糖常见的有赤枣糖醇 罗汉果糖 然后阿若铜糖 跟甜菊糖 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 那这几个的确也是我比较推荐的 天然的代糖跟人工代糖比起来 它的优点就是它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 我们人体比较 能去代谢它 赤枣糖醇它就是90%以上都从肾脏代谢掉 所以就比较没有残留在身体里面的问题 市面上大家最常买到的 低糖甜点或说生酮甜点 最常用到的代糖就是赤枣糖醇 因为赤枣糖醇它便宜 那它的热量又跟一般的砂糖很接近 所以我们在制作甜点上面的换算是比较好换算的 问题就是近年来有文献指出赤枣糖醇 它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针对这个研究 其实我也是去稍微查了一下资料 那篇研究出来之后 大家就渐渐的对赤枣糖醇 心中有恐惧啦 越来越不敢摄取赤枣糖醇 可是其实那篇研究有点缺点就是 它找的个案 它找的实验对象 其实都是身体比较不好的 它测的赤枣糖醇 其实不是我们摄取进去的赤枣糖醇 它测的赤枣糖醇是我们身体 血液中本来就有的赤枣糖醇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体在压力比较大 或是生病比较虚弱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把果汤跟葡萄糖 转换成赤枣糖醇 所以这是我们身体本来就存在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研究去证明说 额外摄取的赤枣糖醇 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我觉得这相关性其实是蛮低的 对我来说我会认为它是安全的 可是我们不要每天都吃 然后也不要吃太多 通常就不会有问题 那接下来常见的就是 罗汉果糖跟甜菊糖 罗汉果糖跟甜菊糖 都是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萃取的 也是我比较推荐的糖类 如果真的要摄取代糖 除了刚刚的赤枣糖醇 我更推荐罗汉果糖跟甜菊糖 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赤枣糖醇还要贵一些 不过因为它的甜度很高 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些些微量 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的甜度 罗汉果糖它本身除了不含热量以外 它其实本身有降血糖的效果 也有研究指出 罗汉果糖的摄取可以改善肥胖 那罗汉果糖本身也是一种抗氧化物 它可以抗身体的发炎和自由基 所以其实我自己平常在泡绿拿铁 会加罗汉果糖进去 主要来说我不是为了想要有甜味 我想要获得它的好处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代糖 是我觉得近年来在国外非常火红 现在在国内还没有办法 有管道拿到的代糖 叫做阿若铜糖 那阿若铜糖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化学嘛 可是它其实也是从天然的食物里面提炼的 可以从玉米、葡萄干、罗汉果糖 这些食物里面去萃取 只是它的成分非常稀少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稀有的糖 那它跟一般的蔗糖比起来 甜度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它也没有奇怪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糖 因为一般的代糖 像赤草糖可能会觉得凉凉的味道 罗汉果糖有些人会觉得有带一点苦味 可是阿若铜糖的味道就非常的接近 而且阿若铜糖它拿来做甜点 还可以有那种焦糖化的效果 因为很多甜点会需要有那种焦糖化的感觉 阿若铜糖就做得到 它有一篇2018年的研究指出 就是摄取阿若铜糖的患者不仅BMI降低 身上的脂肪、皮下脂肪都有减少 所以阿若铜糖对减重来说是真的有它的效果 阿若铜糖本身它不仅不会生血糖 它也不会刺激老素 那它甚至还有办法降低放后的血糖上升 是非常厉害的糖 而且阿若铜糖本身没有我刚刚说人工代糖的副作用 像是会破坏肠内菌平衡 或者是会让你头痛恶心 其实都没有 那阿若铜糖应该是比较近年来才被研究的糖 所以它的研究报告没有其他的那么多 不过普遍来讲它其实也是安全的 那我们只要不过量摄取 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正常的量大概是多少 以一个60岁的成年人来说 大概是一天不要摄取超过20几克以上 就不会有肠胃道的副作用 代糖因为都不太会被分解消化 所以没有热量嘛 可是代糖会不会被吸收 赤藻糖醇跟阿若铜糖会90%的被人体吸收 可是剩下的代糖大部分都不太会吸收 不太会吸收的代糖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它会到你的小肠到大肠去产生脏气啊 或是一些腹泻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可是被吸收的糖它也不代表说 你人体会拿来用嘛 所以它也不会有热量 只是吸收进去的糖它可能就经由 腎脏排泄出去这样 我的门诊蛮多病人来他们会想要吃代糖 有些是想要减重和糖尿病的患者嘛 那我甚至觉得摄取我刚刚说的罗汉果糖阿若铜糖阿 对他们的病情来说不止没有坏处 还是会有好处的 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代糖 代糖分成人工的代糖跟天然的代糖 那大部分的人工的代糖都带有一些副作用 而且对减重啊糖尿病的控制 来说效果很少或是几乎没有 所以其实我不是很推荐人工的代糖 那到底要多少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其实都是量的问题 我们适量的摄取偶尔喝一杯 含有人工代糖的饮料 我觉得都是身体可以负担都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也不用因为人工代糖对身体不好 所以就太紧张 那天然代糖部分刚刚讲了赤草糖醇 罗汉果糖、甜菊糖跟阿若桐糖 这几个糖都是对身体比较好的 它不仅不会生血糖 也比较不会刺激岩岛素 那如果在戒糖的初期 真的一定要吃一些甜的东西 那我就蛮推荐去吃刚刚讲的天然代糖 那以上是我帮大家整理关于代糖的小知识 如果有帮到你的话 欢迎帮我按个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如果还有关于减重跟血糖的问题 欢迎加入我们官方的LINE账号 那可以来诊所找我聊聊哦 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初日医学官方LINE 送你代糖知识两人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